传说战国时期 韩国有个名叫韩俄的歌唱能手 闻名全国 有一次他外出旅行路过齐国 因为路费用完了 便在齐国都城的雍门 举行一次歌唱演出 韩俄的歌声真是太美妙了 唱完之后 齐国的百姓都聚集在雍门 不肯参许 有人便到旅店去找韩俄 请他再演唱一次 可是由于旅店的老板 对韩俄很不礼貌 韩俄便出城离去了 人们得知这个消息 便赶紧派人去追 并苦苦挽留 韩俄不忍心拒绝众人的好意 于是回来为大家再演唱一次 由于韩俄的歌声 婉转动听 唱完以后两三天 似乎还有一流的歌声 在乌凉间缭绕飘荡 余音绕梁 这则成语的意思是 歌声的余音 环绕乌凉 久久不绝 形容歌声 美妙动听 永远留在人们的耳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